我们都知道在1919年的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力军的五四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青年学生义愤填膺慨激昂在我们国家的近代识卷中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同样的在这场运动中五场阶级在我国开始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为共青团的建立打下了先行的基础 随着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 到了1920年8月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首先在上海组织了共青团的前身 社会主义青年团 于秀松同志任第一任书记 1922年 组织在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一决定标志着中国共青团正式建立 可是好景不长 1935年 日本侵略者卷土重来 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为团结一切抗日青年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共青团组织 改造成为民主解放性质的 抗日救国的青年团体 建国后 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组织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1957年 在三大改造完成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把团的名称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此外 大会还决定将解放前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 列次代表大会 不久后 在195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40周年之际 党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一团棋 齿轮 麦穗 出生的太阳 及其光芒 和写有中国共情团五字的寿代 构成的团圍 在经历了十年文革与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共情团前进的步伐变得越来越笃定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共情团将会越走越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